莫菲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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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儒 莫菲伯伯 詞儒 《尖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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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快速變化的年代 什麼事情今天有 明天搞不好就不見了 比如說我們早期的Nokia 现在不见了 苹果出来 常常道理 人人不人 没有办法等待 所以像我们早期的经验 我们自己装修自己的房子 这一次帮你空间装修完 消费者自己买家具 通常家具是买到一半 或是买到三次后就停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搭配它 甚至买了家具 摆到家里 好像又不相容 所以传统家具 家具产业 卖家具的就是卖场 提供家具的选配 那这年代已经不同 程度产业在改变 相对家具产业 它也必须要改变 所以我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在深圳办了一个 我的产品发表会 叫德光居 它即将带来 整个家具产业的一个变革 怎么说呢 消费者希望先买了房子之后 里面的整体布置 家具也好 卵装也好 叫卵装整理布置 是一个package 它只要拎包就可以做 我想这即将续剪 整个家具产业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 消费者已经不怕花钱 布建自己的家 就怕自己家布建出来是四不像 跟他个人品位 不契合 所以我们提供了很多 不同的面向给消费者 让他去对好录作 我们希望呢 整个消费者 只要在我们店里 就可以采购 所有的摆在家里的 所有的物品 哪怕是一盏灯 一件家具 或是一个艺术品 或是地毯 整个是完美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很多经验告诉我们 不这样做到时候就是 一团混乱 可以说一个穿着不得一的 的人呢 你看到他是不舒服的 同样是搭配不得一的空间 你住在里面 而且你要住一辈子 你住在里面 我觉得会影响一个人格特质 所以我觉得 家一定是要完整的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别的场景 比如看到大很小 在里面的场景 你会很喜欢他 因为你看到那边 所有人事物空间 都是一体的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家里 看到你的人事物空间是一体呢 大家想一想 这样是不是一个美好的选择